我们劳记总书记的嘱托 持续加大民生改善投入的力度 我们聚焦老百姓的激难筹判 大力推动老小救援一些难题的解决 比如说我们在全市范围内 增设了很多幼儿的托育点 这个是很受年轻妈妈们欢迎的 又比如说我们逐年增加养老的床位 这个为很多家庭解决了后顾之忧 又比如说我们给符合条件的 老旧小区 老旧工坊 家装电梯等等 这些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都得到市民 得到百姓的欢迎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这五年 我们上海启动了新一轮的旧区改造 那么累计已经完成了 二级以下旧立这个房屋改造 是三百二十八万平方 因此受益的群众达到了十六万五千多 那么我记得应该是在七月下旬吧 我们上海市中心城区 我们叫做连片二级旧立的改造 就是整片的二级旧立的旧房 这个改造工程 我们提前收官 也为这一项持续了三十年的 重点的名称工程 我们画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 那么下一阶段呢 我们还将提速推进了两村一旧的改造 我们就是要以最坚决的态度 最务实的举措 为我们上海市的居民 持续的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